好,我们今天录一期不瞎BB 我们今天不瞎BB讲的是 当当当当 奥林马斯的Pen F 那可以看到是一台非常漂亮的相机 那我之前做过一期奥林马斯EM5 Mark II的这个瞎BB 然后我有说过 其实我那个视频里面有很多 关于奥林马斯相机机遇其外 败息其中的一个吐槽 虽然说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它内部的操作 然后系统 包括菜单 对焦各方面性能 除了五轴防灯以外 基本上都比较一般 所以说为什么我又买了一台Pen F 那为什么要买这台相机呢 就是因为这个奥林马斯Pen F 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一点的 它有点像那种比较复古的胶片机 当然了其实也不是全部的 因为其实EM5 Mark II 出来也比较早了吧 应该有两年了吧 有些避震的小伙伴 其实觉得不公平 就是说拿那么两年前的机器来去讲 没什么意思 所以说就也是有这个原因 又买了一台Pen F 那这台相机呢 有一点进步是 终于是从1600万的像素 变成2000万像素了 算是一个新的CMOS 那其他方面呢 我们就来一一看一下吧 这个相机到底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我们先从外观开始看吧 那首先是这个开关 开关比较有意思啊 在旁边 其实有点像过去那种胶片机 那种Revon胶片用的那个波轮 其他的可以看到 虽然是一个 可能一个复古的一个机器 但是呢 它的操控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这有两个波轮 前波轮后波轮 用起来很方便 如果你用手动挡的话 要更改光圈快门很方便 然后右边又是个波轮 曝光补偿波轮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独立的 实体的曝光补偿波轮的 因为呢 就是说非常直观 你可以直接就看到 你现在的曝光补偿是多少 可能有的人说 不太经常需要这个曝光补偿啊 因为我是比较主张使用半自动挡的嘛 所以说曝光补偿 还是我经常要用的功能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实体的波轮 还比较好用一些 它比这个数字的屏幕 尖屏我个人感觉更加直观一些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那左侧呢 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模式拨盘 这个模式拨盘非常干净 可以看到上面 除了四大半自动挡以外呢 这个还有自动挡和视频拍摄的挡位 剩下有整整四个自定义的挡 我觉得是一台非常专业相机所提供的一个 没有其他像什么面向入门呢 什么人像模式啊 什么风景模式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所以说整个拨盘很干净 它提供了四个这个自定义挡位呢 我之前做A9的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自定义挡位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你要在一些比较 情况比较复杂的拍摄当中呢 就需要快速的更改设置 那么存储几个经常使用的设置呢 可以让你的更好的把握拍摄的节奏 那有些我看那个弹幕 有些人觉得说不需要这个东西 那可能那些人呢 就是平时拍一些花花草草对吧 或是不会动的东西 或者是只是拍拍人对吧 那可能体会不到这个 拥有好几个自定义设置 那种快速切换 那种你可以掌控全场的这种感觉 是一个怎么样的 可能对这些人来说的话 这个功能可能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A9MAS PAN F 提供了整整四个自定义设置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其实A9MAS 有些操控 我们上次在EM5 Mark II 那个视频里面也讲过 我后面在里面讲菜单的时候 会仔细讲这个设置 那这个模式拨盘呢 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有一个锁的按钮的 我之前那个索尼的视频 有吐槽过说 你要专业的相机呢 它是要有按下去 然后这样拨这个波轮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方便 其实像这个模式拨盘 它是比较硬的 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能拨动 所以加多这样一个模式拨盘的锁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但是呢 你像A9MAS这个锁就非常方便 就是它是一种切换的锁 就是说不是说 你每次要拨动的时候 才要按下去才能更改 它是你可以 比如说像这种模式 它是弹起来的 你可以就直接拨 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锁定的功能 如果你真的说 我要锁定不要动 那你可以再按下去 这时候这个拨盘就拨不动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方式会更加好一些 其他的这边 还有一个视频录制的按钮 在这边非常好按的地方 比索尼那个好按多了 比索尼一般的相机好按多了 那A9这是后来又改了 模式拨盘下方呢 这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有一个拨杆 这个拨杆呢 我看说明书呢 就是它讲这个拨杆 基本上只能是用在 如果你使用电动变焦镜头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拨杆来变焦 然后其他就没有别的功能了 而且这个拨杆呢 又不能自定义设置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这个拨杆的功能可能有点少 其实这个如果添加一个 自定义设置的话 还能够多起一些作用 也许奥林巴斯之后会增加固件 来修正这个问题吧 反正奥林巴斯应该属于 那种比较懒的厂商 不太愿意会提供比较好的固件 在后面这边的按钮呢 就跟一般奥林巴斯按钮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 就是正常的一些按钮 我就不讲了 那可以看到它这块呢 它的屏幕是一个侧翻屏 我强调过很多次 像这种侧翻屏呢 对于我个人的一个拍摄习惯来说 它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就是说相比于这种 只能上下翻的屏幕呢 你只能横向 就是你这样 Lenscape模式来拍摄的时候 比较方便 但是你像我经常出去拍人像嘛 人都是竖着长的对吧 纵向 那如果你要在纵向的时候 想要有一个灵活的角度的时候 像这种侧翻屏 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必要 一个是因为 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拍摄 一个比较低的角度 或者高角度的话 如果只要把这个屏幕 这样侧过来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是 比如说我在大百天拍摄的时候 你这样把屏幕放上来的时候 你的屏幕的 可视的能力会更强一些 就是说你可以屏幕看得更轻一些 那我有时候会用这个索尼的相机 去这样去拍嘛 因为它不能这样竖着翻过来 如果从上面往下 看这个屏幕的时候 它这个屏幕 可以说几乎看不清 所以说 拥有一个这样的侧翻屏的话 可以开始 让你去更好的看清屏幕 去来进行构图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看不清屏幕啊 那这个侧翻屏呢 也是第二个我买 这台PenF的原因 后面有几期节目会 用PenF出去拍 你们可以看到 拥有一个这样的侧翻屏 在拍摄这种人像的纵向的构图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而且尤其是那种 比较低角度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前面呢 这边就没什么了 就是有一个曝光预览按钮 然后这边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波轮吧 它是可以让你快速的更改 什么创意模式啊 什么艺术模式啊 什么黑白模式 就各种各样的滤镜 我是基本上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是 可能这种经常需要那种 胶片模拟的 或者是想要这种 快速滤镜交我的话 可以用一下这个功能 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我基本上就不会用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就不详细讲了 其他的什么关于接口啊 什么的都没有什么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那电池呢 用的跟EM5M2是一样的电池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这个电池盖 是没有可以出来这个线的地方 所以说 因为其实它这个相机的续航 还是有点差的 我个人用下来呢 感觉可能还比索尼 还要差一点吧 因为它有五轴防抖 所以说这个用电量还是挺大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接线出来的话 就没有办法用充电榜那样 持续的长时间拍摄 就比较方便吧 而且它这个USB口又没有办法支持 这个直接插上充电 所以说外出充电 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这是可能我觉得是 稍微有一点抱怨的地方 外观上就差不多这么多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系统 我已经在那个EM5M2的视频里头 吐槽过很多 奥迪巴斯相机菜单下的很多问题了 那重复的东西我就不重复说了 那想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EM5M2的视频 我今天就讲一些可能上次视频有遗漏的地方 也可能是这次有一些新加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模式播盘是有四个自定义模式的 那么怎么去设置呢 在第一个拍摄菜单下面 可以看到有个指定自定义模式 这边可以登录 其实就是算是记录一下当前的这个设置 那我之前吐槽过 就说奥迪巴斯在SAF和CAF 就是单次和连续对焦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快速的切换的菜单 或者是一个按理 所以说如果从单拍立刻切换的连拍的时候 就会稍微慢一点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注册一个自定义的设置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调成连续自动对焦 同时连拍调成这个低速连拍 对吧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登录自定义设置C1 那假如说你是正常情况下 但是单次连拍 单次拍摄 然后设置上单张拍摄的时候 你直接拨动这个模式拨盘到C1的时候 它就可以立刻 你可以看到它更改成连续对焦和连拍了 这还是比较方便的 弥补了一些 我之前说的奥迪巴斯 这个切换设置有点慢的 有不足 我们相片照片比例设置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有 因为大家都知道M43画幅是一个4比3的画幅 但其实有时候呢 4比3来说还是有点宽 就是说它这个不如3比2好用 就是说有些照片 一般出去打印照片的话都是3比2的格式嘛 所以说有时候调整3比2还是比较有用的 同时呢 它又提供一些什么1比1啊 16比9啊之类的设置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因为索尼的相机不提供这些设置啊 虽然说其实你后期可以剪拆 但是如果你可以直接通过画面中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幅的话 可能拍摄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因为我有次出去拍摄 人家是要求你可以拍那种Instagram那种感觉 Instagram就是1比1嘛 就是以前的默认设置就是1比1 所以说用这个安利玛斯的相机 直接用1比1的设置 直接进行构图还是很方便 这个设置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然后我就想 别的呢 这边有一个间隔定时拍摄 它是藏的比较深的 就是说当你打开的时候 就可以相当于定时连拍 然后它最终可以合成一个4K 或者是FHD的一个影片 还是比较方便的 松下也是有这样的功能吧 这个还是不错的 你要索尼的相机还要去下个APP 那个APP慢的要死 肯定是不如直接机身内置这样的功能方便 包围拍摄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包围的方式 比如说包围曝光 比如白平衡包围 比如ISO包围 或者是它甚至提供了一个艺术模式的包围 就是同时的拍好几种不同的艺术效果 你可以立刻就只拍一张照片 就可以比较出你哪张照片 觉得自己更加喜欢 还有这个FOX对焦曝光 对焦包围 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去拍一些微距 微距的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微距镜头 或者是微距拍摄的时候 即使你光圈收的很小 比如说F16或者F22的时候 它其实景深还是比较浅 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个对焦包围 就是说你对焦到一个点上的时候 它阿里巴斯这个相机会自动 从前到后 每一个对焦的位置都给你拍一张照片 有这么多张照片以后 可以丢到Photoshop里面 去合成一个全景深的照片 这个内置这样的一个功能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具体怎么用呢 我可能以后的节目会来详细讲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功能在你拍镜物 或者拍微距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这也是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点 然后我要说一下 快门减震和静音 我之前想要用在下菜单的时候 这边是有一个静音连拍 和减震连拍的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找不到这个菜单 我就非常哭闹 结果发现是 因为快门减震和静音 这边把它关掉 当你把这个关掉的时候 在连拍菜单里头 你就找不到这些设置了 所以说这些也是 稍微有一点坑的地方 如果你发现找不到的话 可以到这个菜单下面找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静音设置的 比较详细的静音设置 比如说就是这个对焦辅助光 是不是打开 这个声音是不是发出来 或者是闪光灯会不会激发 这也是比较详细的设置 那么松下其实也提供 这种全静音的设置 但是它这个比较细节的 这个功能没有提供这么多 然后高分辨率拍摄 这个应该是 阿里巴斯的杀手锏 但是它其实高分辨率的拍摄 对于现场要求非常非常高 就是说你必须 首先你的机器不能动 放在三角架上 比较稳的地方 其次你拍摄的风景 也不能动得特别厉害 比如说拍流水就不行 你只能拍一些 没有风的风景 或者是拍一些镜物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的分辨率的提升 还是比较显著的 一些很细节的文理 都可以表现得 甚至比D810还要好 甚至比A7R Mark II还要好 但是其实对于拍摄情况 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说我就不仔细讲了 虽然说有很多人说 这个功能很好 但是其实你要真的 用起来的话 会发现限制太多了 这个高分辨率拍摄 还有我就吐槽一点 我想大家应该 已经能够看到了 这个电池在闪 实际上其实并不是快没电了 它这时候也大概有 百分之二三十的电 A7R Mark II相机就很有意思 其实它还能拍个两三百张 还能拍一段时间 但是它就会一直在这边傻 非常非常的烦人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一直有 这种很紧张的感觉 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电 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这个非常非常多设置的 高级菜单 前面这些设定 我那个EM5 Mark II的视频 都讲过 最后我讲一个 这个叫做MF离合器 如果你直接看这个名字的话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是后来看说明书 才知道这怎么回事 什么叫做MF离合器呢 就说比如说像使用 像这种 这是17毫米 F1.8光圈的镜头 它是A080比较经典的 可以把这个对焦环 给推下来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 手动对焦的镜头 然后推上去以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 自动对焦的镜头 当你打开这个 MF离合器的时候 同时你把这个 对焦环推下来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可以 通过这个对焦环 完全自动的进行对焦 就是通过扭动的 这个对焦环呢 变成一个 完全手动的镜头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 MF离合器 设成无效的时候 即使你把这个环 对焦环拉下来 你可以看到 它的对焦标尺 还是有联动的 但是这手相机 并不会自动 进入手动对焦模式 所以说除非你有像 像这样就是 比如说一些微距镜头 它有这样的功能的话 这个设置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设置 是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我 用这个镜头的时候 我会发现 有时候我会一不小心 把这个对焦环推下来 然后这时候 它就会变成手动对焦 然后我在按对焦的时候 它每一张都不会自动对焦 所以说拍了很多张 都是糊的 所以说 其实这个镜头 这样的设计的话 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如果在一些 比较像我拍摄的 一些活动当中 还是有点坑的 所以说我一般都是 把这个改成关掉 如果用这个镜头的话 同样的按钮功能 也可以看到 并没有对焦模式的选择 它这边只有切换 手动对焦和自动对焦 所以这还是有点坑的 我在B站上 有人提醒我说 当你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比如现在自动对焦 转换成手动对焦以后 这时候你再设置成 一个自动对焦模式 这时候它会切换 AFS和AFC 但是实际上 我试了一下 是没有这个功能了 而且我看说明书上 也没有讲 有这方面的设置 所以说 其实这台机器 还是依然 没有办法快速的切换 那AFS和AFC 除非你是用上面 的波轮来注册设置 所以说2084的 这个自定义功能 还是比较差 然后这个模式 拨盘的功能 可以看到 这边可以更改 C3和C4 它分别是 这个拼图模式 和场景模式 那其实我个人 基本上不会用 拼图模式和场景模式 所以说 把它留成两个 自定义设置 还是更有用一些 这个连拍设置 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可以分别设置 不同的这个连拍 这个我想说一下 这个镜头防抖优先 意思是 大家都知道 阿里马斯和松下 都是用M43画幅镜头 那因为松下 原来的相机 是带机身的 五轴防抖的 现在新的机身 都带五轴防抖 所以说松下的 很多镜头 本身是带防抖的 那如果把松下的镜头 扭到阿里马斯的 机身上的时候呢 就会跟 阿里马斯的 五轴防抖发生冲突 阿里马斯的 这个机身五轴防抖 只能和阿里马斯的 这个带防抖的 光学防抖的镜头工作 它不能跟松下的 带光学防抖镜头 一起工作 所以说 这时候可以设置 防抖优先 你是用镜头防抖呢 还是用这个机身防抖 那我个人测试下来 如果阿里马斯搭配 带有光学防抖的 松下的镜头呢 阿里马斯的 机身的防抖 会优于松下的镜头防抖 所以说 我建议是 把镜头防抖 优先给观赏 反正我测试下来 不管是视频拍摄 还是说照片拍摄 阿里马斯这个五轴防抖 确实比较强 所以我建议是观赏 相机操控设定 对吧 又是这个 Live实时指南 Live实时控制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 然后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我之前说过 就是 如果是这个 Live实时控制台的话 以前是不能用触摸屏的 这个PenF 好像是可以用触摸屏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进到这个菜单里以后 就没有办法触摸了 像一半的触摸屏 对吧 就用起来很怪 你可以选择项目 但是你进到这个菜单里以后 就没有办法用触摸屏 很搞笑 我觉得 时时矩颈曝光预览 关 实际上是开 开实际上是关 这个依然是没有修正 艺术滤镜 其实就是前面波伦 这个模式 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用的很少 多功能设定 那我之前 在奥利马斯E M5 Mark II的视频上 我后来专门去查了一下菜单 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讲一下 大概是怎么回事 就说你需要 在B菜单 这个里面按钮功能 找一个多功能设置的功能 我现在是设置成 光圈预览这个按钮 你可以看到光圈预览这个按钮 那么你怎么使用这个功能呢 你按一次的时候 它是启用一个某一个功能 如果你想要 修改这个多功能的 按钮的功能的话 你要长按它 你看长按它 这时候它会什么反应也没有 看到吗 我现在已经长按了 你看到画面上什么反应也没有 这时候你要怎么弄呢 你长按它的同时 拨动拨轮 那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它会开启一个 因为默认是什么高光阴影控制 那你可以改成别的设置 比如说照片比例设置 这时候你松开以后 再次单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照片比例设置 所以说你必须要长按 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候再拨拨轮 可以更改这个设置 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其实之前有一次 一不小心长按了 这个光圈预览按钮 然后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相机会 一直出这个菜单 一直出这个菜单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我现在是搞清楚了 因为它是有这个多功能 多功能的功能 名字其实也是很奇葩 好吧 反正这里面是可以设置 增加或者减少菜单的 你知道有一个 你长按这个多功能设定按钮 你才能去更改 这个多功能设定菜单 然后再单次按下去 它才能去更改 这个你需要的功能 也是一个非常隐藏的设置 你这个不去看说明书的话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东西怎么用 ISO自动设定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说几乎必要的功能 因为大家知道 奥利马斯这个M43画幅 强这种画幅的话 在光线非常暗的地方呢 画质 如果你ISO提的很高的话 画质就不行 一般是我要把这个 ISO最高的上限呢 设置不要太高 设成6400的话 就画质就会非常差 所以说我一般设成1600 因为奥利马斯的这个 五轴防抖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说即使在很慢的快门 大概1%甚至1%的快门的时候 它也可以拍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 虽然说快门速度比较慢嘛 有些动作锁定不住 但是如果对方不动的话 或者是拍一些镜物的时候 它可以极大的帮你去降低ISO 让你提高画质 降低这个噪点水平 所以还是很有用的 可以看到这个对焦点联动测光 奥利马斯有这个菜单 就是说你在选择对焦点的时候 也可以这个点测 一起联动 这样的功能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 比较喜欢那种点测光 判断曝光的话 这个功能可能比较适合你 但是我个人是很少用点测光 我之前有吐槽过 就是说EM5M2在视频拍摄的模式下 下面有一行这样很奇怪的菜单 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说明书 知道原来这个是一个 叫做电影效果的开果 在动画菜单里 把它关掉以后 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奇奇怪怪的菜单就消失了 所以说还是 就必须要看说明书 才知道这是怎么玩的一个东西 触摸屏设置 触摸屏设置的话 这边是可以更改对焦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菜单里面 是没有办法用触摸屏的 但是你在外面更改对焦点的话 是可以触摸的 那么现在是视频拍摄模式 其实在视频拍摄模式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触摸屏来选择对焦点 也是不错 如果是照片模式的话 我之前有说过 就是说你用触摸屏的 这个对焦点 和你这个相机本身 选的对焦点是两回事 这个对焦点 这是单独打开了一个菜单 你要把这个取消掉以后 你会发现它焦点还会还原 但是如果你按左键 去打开这个焦点选择菜单的话 你可以在焦点选择菜单的时候 也使用触摸屏 这时候是更改的 就是原始的对焦点的位置 所以说很奇怪 奥雷马斯有过这样一个设定 为什么不直接在触摸屏上 更改的就是原始的对焦点 还再多加一层很奇怪 好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那因为大部分都是 跟EM5M2都重复的东西 所以说菜单大概就讲到这些了 那么其他再说一些 平时拍摄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用的是一个 17毫米等下35毫米的定调 我还有一个 等下90毫米的 一个45毫米的人像的定调 还有一个等下50毫米的 25毫米的一个定调 都是IP.8光圈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M43画幅呢 因为画幅比较小 所以说如果你用变焦镜头的话 它这个光圈的等效要乘以2嘛 所以你虽然可能是一个 F2.8的镜头 但是它用起来的话 实际上是跟全画幅 F5.6的镜头一样的 比如说那个2084的 12到40毫米F2.8对吧 所以说其实 大光圈的这个定调镜头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尤其是在一些暗光环境下 可以说几乎是必须的 它相当于一个全画幅 等下F3.6光圈 其实说起来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3.6光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 全画幅套头的那个规格了 对吧 但是没办法 M43画幅呢 它主要是 还是以这个轻小为主嘛 如果你是去买 比如说F1.2光圈的镜头 那个就特别贵 但实际上 虽然是一个F1.2光圈镜头 但实际上它相当于 一个F2.4光圈的镜头 所以说M43画幅 去买大光圈的定调镜头 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嘛 拍摄起来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拍照片呢 还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这几个定胶呢 画质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当然全开的时候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肉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会放一些照片 你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其实你要是平时用的话 它这套系统 使用定胶的话 还是比较轻便一些的 那虽然可能换镜头 还是有点麻烦 但是毕竟它是定胶嘛 但是如果你习惯 一个胶段以后的话 一直用这个定胶来拍 还是可以 对焦的话 对焦速度还可以 但是我个人感觉 没有松下的对焦速度快 甚至还没有松下的相机 使用奥林巴斯的镜头 对焦快 准确度呢 我个人觉得 还是比较失望的 尤其是用过松下的相机 松下的相机 属于对焦又快 而且又准 基本上不会跑焦的 那奥林巴斯呢 对焦还可以 还是比较快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下 它会有一定的几率 直接对到背景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不太清楚 是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背景比较亮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 它有可能是 一直对在背景上 有些情况下呢 是有一半的照片 对在背景上 所以说跟松下比的话 我个人用起来 感觉单次对焦 还是不如松下的 连续追焦的 就是照片连拍追焦 如果光线好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大概十张 有个六七张 都对得上焦吧 但是如果是 情况稍微差一点 咱就不说是那种夜景了 就是说 比如说在树荫下面 它就可以说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它的焦点就 一直在那个地方 人走过来的时候 整个过程 人都是虎的 就是焦点跟不上 所以说奥林巴斯的相机呢 我虽然没有用过 EM1 Mark II 就是其他的 奥林巴斯的相机 连续追焦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吧 就是你想拿这个东西 拍运动 或者甚至拍走过来的人 你都对焦都对不上 你不要说 拍得稍微快一点 小孩了 所以说像这种相机呢 基本上就是 拍拍人文呀 拍拍镜物啊 或者是拍拍人像 不会动的可能会好一些 视频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 跟松下去比的话 画质会稍微有一点点差 然后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的 就是画面有过度 加锐度的这个显移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它局部的这个对比度很高 但是它那个细节 保留是没有 松下的机器好的 然后视频的追焦 这个我只能说 它其实还是有反应 就是说如果你移动 对焦的话 它还是能够 就是说移到背景 移到前景 这个焦点还是会转换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 连续往前走动 或者这个对焦点 就是追在某一个人身上 或者是开启人脸识别 那基本上就对不上焦 而且是在光线 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同样的情况下呢 松下的相机 就是反应会更加快一些 而且追焦都是不错的 虽然说跟索尼的相机 没有办法比 但是松下的还 就是一般拍的时候 还是能知道前面有个人在动 然后可以追到前面的 但是奥林巴斯的相机 基本上就是没有反应 谢谢 我后面会有专门一期 去对比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大家可以到处去看一下 最后呢 就是奥林巴斯引以为傲的 这个五轴防抖系统 因为以前 这个是奥林巴斯的杀手锏 但是现在 索尼也有五轴防抖 那松下也有五轴防抖 我也专门去对比了一下 我个人觉得 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 松下的防抖 可能会更好一些 而且因为松下 它是联合机身的五轴防抖 和镜头的防抖 所以说表现出来的话 它可能会更好一些 在某些情况下 奥林巴斯的这个五轴防抖 非常的平稳 比如说比如说 向前走的时候 或者是左右方向转的 不是特别厉害的时候 那它这个防抖效果比较好 但是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panning 有一个移动镜头 它就会比较剧烈的抖动 这个 而且你在移动以后停下来 它画面就好像撞墙一下 就是感觉特别的不自然 但相同的情况下呢 松下就没有这个问题 松下的话 画面看起来就比较平稳 我后面会有专门的视频 来比较这些东西 反正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反正总的来说呢 就是奥林巴斯的相机嘛 只能说当一个照片的相机 看起来比较好看 拍照还可以 有时候有点对不上焦 五轴防抖很强 然后整体的操控感比较差 然后菜单也比较差劲 反正属于那种 各方面性能呢 都不是很突出 但是外观比较好看 然后有噱头 比如说像那种高像素模式 但是其实用的 不是很多的功能 然后菜单很复杂 但是也很详细 如果你仔细去研究的话 可以自定义的 可以调整的设置很多 但是它本身这个操控吧 就是能够自定义的按键啊 又很少 触摸屏吧 又不是很好用 整个系统吧 反应也没有送下的好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不拍视频 只是比如说图一个好看 或者是图一个 自己平时就是拍拍照 然后工农腰皮球也不是很多 而且又有心情 去研究奥林巴斯 那个非常复杂的菜单的话 还是可以买奥林巴斯相机 但是如果是那种 就是说 一看到这么多设置 头就很大的人 而且又不愿意看书名书 又不想去猜 奥林巴斯那个 非常晦涩的菜单是什么意思 这个奥林巴斯相机 其实可能不太适合 你这样比较入门的人 或者是比较门外汉的人 或者是不想深入研究的人 其实奥林巴斯的相机 用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之后会有几期节目 关于奥林巴斯的PIN-F的使用 反正大家就随便看看吧 其实我个人 更喜欢带松下的相机 就是相同的情况下 我个人更喜欢带松下的相机 出去拍 而不是带奥林巴斯的相机 当然如果为了外观 出去装装B 带个奥林巴斯相机 当个道具 摆拍一下 还是挺好看的 这大概就是 我的一个感觉了 我的一个感受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吧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信我 或者是发评论都可以 好了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